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不是此地无垠三百两吗 不止三百两吧 应该很多两的 六百九百两吧 对啊 为什么AIT他们为什么不忍一下呢 这件事情就关你什么事啊 你干嘛表示欢迎啊 对不对 那英国 日本啊什么的也没表示欢迎啊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美国来说 它是应该要出来表达意见的 为什么 对美国来说它对于这个西太平洋的防卫 是它一向关切的重点啊 可是很怪啊 我们一个国家 我们到底还是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自己国家宣布我们延长兵役 我们跟你又没邦交 我们又不是美台同盟 这个跟什么美日同盟 美韩同盟 这完全不一样啊 对啊 对啊 可是美国在对台湾的这个军事问题 直至点点不是从今天开始啊 才爱 那这不能因为 这不能因为它过去向来是这样 所以就认为它现在这样做是对的啊 不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 我没有说它是对的 我只是说它这样做法 我觉得它这样做法是丝毫不奇怪的 对 没有人觉得奇怪 我只是觉得说它应该稍微忍一忍嘛 对啊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很奇怪 好像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就是上级指导单位 然后你都过了 很好很好 乖这样 对 可是在这一届就在蔡英文政府的时候 他的态度明显的这个就是 第一个他这个越来越表示越来越明白越明显 态度也越来越来越这个居高的不逊的那种感觉 你是说蔡英文 他不是蔡英文 我说他在蔡英文政府这个时候 你说拜登政府 拜登政府在蔡英文这个这一段期间 他对于台湾的这个事务直至点点的情况特别多 而且态度越来越高傲 嗯嗯 他就不演了嘛 对啊 就是 对 他就是不演了嘛 是 就川普来讲的话 因为他觉得我们就是比肩 他根本不想在意 对 对啊 是啊 是啊 比肩 所以对 他们对台湾军构也是指指点点啊 本来才说我们每年那个来商讨一下 你要什么武器我提上来 我们这边检讨一下 然后我再告诉你行或不行 或是我给你打个折扣 装备上的这个这个优劣打个折扣 现在是根本就连这个都不要了 他就告诉你说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什么 你自己出钱 对啊 这个就是很 这事很糟糕了 就是说一个国家 哎 这一个国家完全在 别人的这个掌控之下 而且还还没有这个说不啊 或者是讨论的余地 这就真的是还蛮还蛮惨的 比起来我们跟就近点而言 美国想要管控这个战场 或是这个战区 他该怎么如何打仗 如何不让他的这个影响力 扩散到他不该去的地方 那在这一点上 我们跟乌克兰是很像的 我们跟乌克兰碰到困境是很像的 就他要我们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要去限缩你更进一步的行动 他就限缩更进一步行动 比如说过去的美国呢 不卖这个攻击性武器给台湾啊 那现在呢可能会针对他的 他自己的这个需求啊 他就呃卓量的哈 或是有限度的啊 提供我们部分具有攻击性的这武器 然后呢我们过我们的这 依照我们的这个战略 我们的防卫固守啊 我们什么要呃阻阻阻 敌军于摊头嘛对不对 好但是美国不是好 他认为呢你就是打这个不对称战争 所以说他的武器 他卖给你的其实都是 呃针对解放军登陆作战的 这些的装备 呃这所以他他就是透过这些的层层的 控制和节制 他其实完全就是接手了台湾的呃战备战略 甚至于连我们呃要延长兵役 美国都有意见 要不要延长兵役呢 都要听美国的话 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反对延长兵役吗 我如果我是决策的人的话 嗯嗯 我不我不会 为什么 我觉得呃我觉得现在这个四个月实在是太短 嗯 除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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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政府 面与决心打一场完全不一样的仗 以及人民有共识 他们愿意打这场不一样的仗 嗯 什么叫做不一样的仗 你这什么意思 你讲话讲得很非常模糊 像李启明说的这个不退身的战争 那你的你的说你的这个能够当兵能够去打仗的人 都愿意拿拿起武器来去打仗 然后我就给你一些最基本的训练 你就可以放上去去这个贡献你的精力 其实依照这个 其实依照这个呃 假设要依照这个李启明那个构想的话 他四个月也是不够的 他是全民都要接受基础的呃战斗训练才行 呃基本上我我我当然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我 在这四个月够不够或者什么 可是我觉得那接受个基础的训练 上上完打仗 是够的 可是呢你必须要很大的牺牲 要准备有这个牺牲的频率会很高 但我我也不觉得在呃就说在不对称在的的前提之下 你去受有限的你看你征兵能够征你征兵能够征多少人啊 然后呢有限的这些人接受呃一年的兵役 你就可以去应对所谓的不对称战争 我觉得也不行啊 呃一年其实很长哎 就是你只要训练一个基本的渡枪兵出来一年是绝对足够的 但是依照他现在的这个规划啊 他为了要他派他得罪太多的太多的选民 所以他现在也提出来一个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四年的大学的期间里面 你就分阶段来这个训练 比如说你那这是这是另外的政治考虑 政治考虑 对啊那他这样子他这样子也会让这个训练变成是变成是 去打折扣 对对对完就是非常非常的打折扣了 好这个是有关于兵役的问题啊 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来谈几个话题啊 因为这是今年的呃最后一次飞碟午餐 这个林少宇谈这个国际新闻啊 所以基本上呢是一个呃整理式的啊 一些评论啊和一些呃专题的报道 首先呢是克鲁曼啊 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 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 他说中国的前景已经已经今非昔比了嗯 是他 其实克鲁曼对于中国中国从中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正面的评价过嘛 不是吗 呃我这个我就不敢不敢不敢说了 因为斯伯伯传写的文章实在太多了太多了对 也许他中间偶有会这个好这个批评 会这个赞扬中国的这个表现的也许有吧 嗯嗯嗯 他的观点是什么 他在今天这个纽约时报的文章 他可能会是一个失败的东西 嗯 然后第一个他这个在竞选期间 这个说要推动了许多大政策 到了这个不会去呢都被 不是被打折 就是这个完全取消 然后呢再到了年终 大家就预测说那你这样怎么办呢 你的其中决议一定会失败 然后呢这个 其中年绝失败以后 你就两院可能都会被共犯要拿走 然后呢你的这个这个这个就会提早线路跛脚 然后呢这个再加上美国经济膨胀 他的名他的这个民调越来越低 可是没想到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呢 民主党选得还不错 而且呢他那些打折的法案呢 也这个陆陆续续通过了这个国会 然后再加上他有一些其他的法案 比如说让大学生这个免学费啦 然后这个CHIP法案啦等等的都过 现在到了年末的时候呢 他大家反而相信说 拜登有可能会出来继续 进行下次后四年的连任 那习近平呢 中国大陆主席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跟拜登的这个这个 在这一年的这个遭遇呢 刚好是相反的 在今年年初的年初的几个月呢 他非常的自得意满 然后这个克务曼用了一个字 就是他在吹嘘 他在对付新冠疫情上的这个胜利 然后呢这个有一段时间呢 他常常听到这个 他常常讲说 中国在这个治理方面 在疫情的治理管理方面呢 是明显成功的 然后呢这个代表他将来会成为一个 世界上主要的领导的力量 你想要到年底的最末呢 突然出现了清零政策 而且呢这个清零政策 结束了清零政策 结束了清零政策 对结束了清零政策 然后他就收尾收很快 然后呢这个一旦清零了 病毒开始大量传播了 没有那些隔离了 然后死亡的人数就会增加 住位的人数就会增加 年代的影响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 健康体系压力压力会来的 这是崩溃 然后医生啊护士都不够用 这些问题都出现了 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人口 人口红利也慢慢消失了 然后呢 这些影响到这些影响到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经济的因素 大家就对于未来他的经济会看坏了 也不像大家不像有些人都在说 如果这个中国大陆怎么时候 再过几年就会在GDP 或是在购买率平价的上面 会超过这个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 都没有人在说了 所以我刚才就想问说 到底是中国大陆是出了什么原因 让他现在呢 不会他会经非行 对那他说出了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是说这个 这个中国大陆用这个清零的政策呢 来限制病毒的传播呢 他本来是要证明说 一个政权不需要去征询公民的意见 只要呢 做该做的事情 你就把它做好 你就是一个优越 就证明你是一个优越的事情 那因为不必 不必去征询大家的意见 所以他更有效力的 那没想到呢 习近平在这个疫苗上面决策呢 或是在这个COVID-19的这个决策上呢 他没有采用这个最新的最有效的疫苗 也没有把这个疫苗呢 送到这个最脆弱的老年人的老年公民的手中 那他现在一下突然开放了 他会让大量的老年人口死亡 那么最凸显了他过去决策的错误 他先给这个青壮人口去打疫苗 目的是要维持青壮人口的生产力 那没想到老年人 那没想到清零政策不但没有成功 那也连带拖累了老年人口 这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对客户犯认为说 这种专制政府的弱点呢 告诉是在这种决策错误的情况之下 没有人去告诉领导人他做错了什么 领导人会钻断或是偏经的问题会出现 是 然后第二个是除了疫苗的惨败 中国长期存在宏观经济的问题 就是政府去控制所有经济的活动以及方向 那么可是事实上 中国经济虽然过去成长的幅度 曾经有十年每年都维持10%的成长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经济是有严重失衡的情形的 严重失衡的结果是让经济成长带来的好处 没有办法下达到每个家庭 或是每个家庭能够享受经济生活成长的比例 是非常少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般民众的消费支出是减少的 因为他多的钱不多 他没有办法拿去市场上消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消费支出占这个GDP的比例很低 可是在这段时间有很幸运的 有外来投资跟国内投资 基本上是政府投资 把这个缺口填起来了 那么可是他们的投资报酬率 是严重下跌的 就是说这种状况之下 使得这个一般之前的时候 预测说中国大陆 可能在这个本世纪的20年代中期 会变成世界第一 但现在看起来 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比如说2028或是2033 变成是世界第一大基因体 可能不会实现了 甚至于有人认为说 中国大陆永远都没有办法超越美国 而在这个大陆的防疫政策上面 现在的这个状况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其实最大的致命伤在于是说 他用他过去一再强调 他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似乎被击溃 纽约时报还有这个 就是我看纽约时报 华盛顿永报 就是说西方的这个媒体呢 最近呢针对大陆呢 从严格的这清零到放开 到他昨天宣布呢 已经要变成是以泪以管了 整个放开了 而且也开始要开放了 1月8号就开放这个民众 这个出国 从一个严格的清零到全面放开 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就有这么大的一个政策变化 他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些的评论 除了刚才这个克鲁曼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认为说 中国这个未来 在经过经历了清零的这一场 其实是失败的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来看的话呢 未来中国的经济成长 是不是能够超越美国 现在很多人都打了一个问号 但是呢 他当然有特别强调说 这些都不应该被认为 在贬低中国 在过去40年里面 生活水平难以 令人难以置信的提高 也不应被认为说 是在否认中国 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 但是如果说你要等待中国呢 在世界经济上面呢 成为一种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 可能要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 所以中国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然后他认为呢 人口红利不再存在 也是中国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纽约时报 这个原力是专栏作家吗 是是 他是中文版的专栏作 是是是 他也有一篇文章啊 他就说清零的确证明了 中国政府的控制能力 但治理呢 显然呢 就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是是 然后这个 这篇文章就举了很多这个 网路上或中国大陆的网民 在网路上发表的一些 这个这些这些言论啊 这个管控能力 不等于社会自己能力 这是中国大陆的企业家 陈天庸 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写的 然后另外一些有些 有些quote呢 实在其实也蛮有蛮无奈 蛮有意思的 我举个例啊 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中国大陆有一个 畅销著作家叫史开真 他用这个 他写了一段长长的句子叫做 我们的政府究竟会干什么 爱干什么 能干什么 不爱干什么 不会干什么 不愿干什么 完全就没有 没有标点符号 就这样讲一算下来 用这种方法来这个 让你的印象深刻 我们政府是爱干什么 就干什么 是 所以这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想象 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这一场 整场的这个抗议 它在最后的这个放松 表示它在过去长达 两年多三年的 抗议的过程里面 它其实花了太多的精力 在做这个核酸 然后严格的管管控 它对于这种可能的 这个放开来之后呢 你该有的 你该有的医疗的储备的能量 药品这些其实都不够啊 然后他也曝露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就在于是说 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疫苗 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 这个防护力 然后大陆到目前为止呢 依然不让这个mRNA 这个其他的国外的 这些的疫苗 在这场的大疫之中呢 被证实呢 是相对比较有效的疫苗 进入到这个中国 所以这些都是 他决策上面的一个盲点啊 那他现在呢 靠他的爱国卫生运动 因为之前的时候 因为在爱国卫生运动 七十年的时候 习近平发表了 这个重要谈话 要大家针对这个新形势啊 来再继续进行 爱国卫生运动 但是就说疫情 他没有办法靠这种意识形态 和这个精神力量去维持你群众不染疫 然后甚至于 就说不往重病方 中重症方向发展 这个是没办法做到的 就是他现在的难题就对了 另外一方面 中国大陆官僚 他没有办法这个 说实话 他只能做这个 他有一些一些 可以用数字量化的事情 经理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这个任务 让这个上下都满意的任务 然后他也不会去做 他不擅长的事情 而去做把钱花在 他这个最擅长的地方 就是在建设 新冠检测啦 这个方舱啦 都是中国大陆各省的 这个领导人 他平常会上场做的事情 是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很麻烦的地方啦 好呃 这个就是有关于大陆的 现在他整个 这个清零的 呃这个政策转到 从清零到完全的开放啊 中国大陆所要面对的 呃这个问题 他因为你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很多地方呢 盖了很大很大的 这个方舱医院 但他那个方舱医院呢 他基本上 他就只能够收留人啊 但是他没有办法 做任何的医疗上面的一个功能 甚至有一些的地方的方舱医院呢 非常的简陋 然后呃 非常的急就张 所以使得被呃 抓去这个方舱医院隔离的人呢 如生活在这个 非常恐怖的这个环境里面 很多的这个外商 呃 外国人 他被抓去的话 他一辈子 他都不想要再 他就想要赶快 结束了之后 他就想要赶快逃离中国啊 那个厕所啊 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的脏乱 那因为呢 这么大的这个方舱医院呢 他没有办法 呃 有这个医疗上面作用 他连点滴都打不上啊 所以说当他放开了之后呢 出现了这么多 呃 急诊的发烧的人口的时候 他就只好在医院外面 大排长龙 这实在是一个 很讽刺的一个景象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呃 要请林少宇来提供我 呃 我们啊 来做参考的呢 是呃 经济学人的一篇大篇幅 大篇的这个文章 就是2022 这一年留给世界几个代答的问题 对 他在年年年年时候 做了一个这个小专题 就是2022呢 这个对于世界来说呢 这个这个他今年呢 要要留给世界是问了 留了几个问题 要这个世界回答 那么这个中间有个 包括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呢 这个在地缘政治上面 那个这些 或这个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拜登宣称的民主跟独裁之争呢 会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呢 还没有一个结果 那么会到明 这个事情会拖到明年 才有机会结束 那明年的发展 可能是什么样子 今年的发展 又是到了什么样 什么样程度 他说今年呢 这个这些事情呢 给大家全世界最大的 一个惊奇就是 而且大部分人都觉得 这是一个好的事情 大家都欢迎他 这个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呢 如果管方来说 西方国家呢 他证明了他非常有韧性 他有这个韧性 为什么呢 因为在俄乌战争 2月20号开打之后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对于俄罗斯 对于这个乌克兰 是否能够撑过 俄罗斯的这个进攻 能够撑过一个礼拜 或是半月 很多人都是没有信心的 没想到呢 乌克兰这场战 打到现在呢 乌克兰这名证明了 他们是有非常有韧性的 以及在这个 以及这个当初不被看好的 德伦斯基乌克兰总统呢 他很多人说 他猜测他可能会 这个打仗打没有几天 或是快要结束 快要失败就会落跑 他反正没有这个落跑 他反正继续做总统 继续自己在做总统 做到现在啊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大家感觉到 这个民主国家非常有韧性 对民主国家的信心 也就是增强了许多 那么民主国家呢 文章里面说 民主国家的人都应该 都应该感谢乌克兰人民 在这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的付出跟贡献 那么这个同样的情形呢 也发生在一些独裁国家的 如果说那个民主国家呢 在这场战争里面 展现是他没有 展现大家 感到欣喜跟亚欲的 这个决心的话 然后呢 这个独裁国家呢 去告诉这个表现 去告诉大家说 他是这个脚上粘着这个烂泥巴 被拖的刮 他是被拖的走的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然后呢 如果说你过去 在去年或去年之前 你是信仰 或是这个信仰 或是这个羡慕 这个强人政治的话呢 你看到今年的普京的表现呢 你就知道你就可以 就可以这个要小心 希望你希望的强人政治 带来的种种好处 可能都 可能不会成真啊 那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 这个 另外一个贡献 我听 是 现在呢 乌克兰方面提出来说 明年要进行这个和平的谈判啊 不知道发展会是什么 而且这场战争 不管是西方呈现了多大的任性 然后独裁者如何的被看衰 他依然还是僵持在那个地方 对于乌克兰人民的来说的话 他灾难还没有结束 所以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呢 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就是 你说什么 我说接下来呢 他除了几个带答的问题啊 这是一个 还有呢 还有一个 第二就是这个 民主国家 在同时面临的困境 这个困境就是 他们内部在 在分裂 对于美国来说 对于美国来说 是最明显的 内部有红朝 蓝朝 有支持川普的民粹力量 有支持这个 民主党的这个 这个自由主义派的力量 同样的 美国在外 在这个对外的关系上 也碰到 也碰到这个 这个地球上的这个国家呢 分为两种 两派意见的 虽然有些西方国家 或是没有国家 对于这个 拜登的这个 独裁跟民主的做法呢 并没有表态 可是呢 有一大半的南方 南方国家 就是地球的南方国家 对于拜登的这个 这个拜登的这个呼吁呢 是不买账的 他说如果说 你跟这个当年 2001年的 这个911事变 或911事变发生之后 几乎全球都支持 这个美国 这个 就谴责这个恐怖分子 支持美国的这个力量比起来 在这一次 俄罗斯侵犯 或者侵略乌克兰的事情上面呢 几乎南方 所有南方国家呢 都不支持 或是不表态 去批评俄国 那这是美国在 这个在全球领导的一个重大的危机 他指的南方国家 就是南半球的这些国家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是好 这个美国内部的这个分裂呢 是非常的严重 而且我觉得他们那些采取 像这共和党的州长 采取这些做法 真的很可怕 就是禁止人民去那个红州旅行 对不止这样 就这这 你怎么禁止得了呢 对他没有办法禁止 他就他意思是说 你不能用联邦政府的钱 去就是你公务员不能报仗 然后呢 他们把那个移民呢 就比如说什么德州呢 就把那个移民的一车一车呢 就载到 他本来载到纽约去 但是因为呢 他是没油了吧 还是怎么样 然后总之呢 他们就到华府呢 去丢在这个贺锦丽的 官邸的外面 然后弗洛里达 最早是跟那个江森学来的 那江森是他把那个 江森是用飞机 把他要载到非洲去 他们就在 他们就在美国的这个境内呢 你这些 你这些民主党的州 你说你是庇护城市 对吧 好好好 那我给你 我给你 他就把那人这样一车车载过去 我觉得好可怕啊 这个弗洛里达 然后他们就这样一车车载 然后像是比如说纽约 他就已经人满为患了 他就已经对于他们当地的 各种的 不管是照顾啦 治安各方面都造成极大的问题 怎么有 怎么有这样子的 好可怕 这是 这是非常的恐怖 创意有 创意无限 好可怕 对好可怕 所以就世界还 2022年还留待 哪几个代答的问题呢 还有就是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其他国家里面 有很多内部出现了 这个 反对自由主义 这个 自由民主制度的 这个价值声音 因为都在民主国家里面 比如说 然后经济民族主义 越来越受到欢迎 是吧 对吧 先讲比如说土耳其 因为要2023年要大选 所以他现在总统就在 起诉 他未来可能潜在的 这个竞选对手 用法律的力量 去把他关起来 或者定他的罪 以色列的纳坦亚 这跟经济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讲经济 我说这个 前面这些自由民主主义的 自由民主主义 OK 就是在实行 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 面也有几个国家 这个内部呢 遭受到一些反扑 比如说土耳其 他的总统呢 因为明年要大选 他现在呢 就在用法律的手段 去这个起诉 或是这个定罪 他未来潜在可能的对手 然后呢 以色列的纳坦亚胡呢 这个又回到这个内阁 去重组 去主内阁了 那么这个 他这次主内阁呢 比他上次的内阁呢 还要更激进 更右派 然后包括他 为了要组成内阁 他去拉拢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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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极右派的团体 他们提示 重进 重进链的团体 然后来拉他 拉他入阁 让他能够 这个过半数 然后呢 印尼 也是个民主国家 也是个很大的民主国家 在这个中协 在有举足分量地位 他最近通过的那个一个刑法的罪名就是 不能 你如果你有 婚外的性行为 你要这个 受罚去坐牢的 是 所以说呢 很多这个外国人呢 就开始担心啊 到这个印尼去呢 会不会受罚 好像印尼政府有说明说 这个法令不急于外国人嘛 是不是 对啊 因为很多那个 你在外商啊 企业在那边投资 不吓死了吗 对我如果有个有这个婚外情的话呢 我要被抓去坐牢 这个是太 这个太惨了 嗯 就这三个国家 对不对 不过他讲到这三个国家 除了以色列之外 其实土耳其本来就没有这么的民主啊 可是他至少还实行了一个 可以 可以 没有 不会 不会被贴上这个 作假的选举 嗯 是 不过这个 埃尔多安他对于 这个反对 反对的 反对者的手段呢 是从来都没有不客气的啊 他最后的 讲的是讲到说 所谓的经济民族主义 越来越受到欢迎 对不对 对就是 我要这个 我就是独善其身 我不要天善天下 嗯 比如说 川普是一个最明显的 这个经济 这个民族主义的例子 我要标榜的是 我美国制造 的东西 而不是去到处去买你 买那个其他国家 替美国生产代工的制造 生产代工制作出来的东西 那这是一种这个 这个封闭 比较封闭的这个经济 经济想法 然后呢 这个跟过去的这个 大政府的这些观念 也不太 也不太一样 那他就说 这种经济 包括美国在内 现在拜登政府 同样在施行 跟川普政府 类似的这个 这个保护主义 那比如说他要很多 这个高科技的经济 回经济厂商 去美国生产 对对 对对对 这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比如说在 这个绿色能源啊 还有部分农产品上 就只是更 广泛的这个保护措施 这点也让欧盟 也非常的这个头大 一方面你说 你要跟我自由贸易 一方面你就在保护措施 对是 所以当这个美国呢 这个强调资本主义 自由市场的这个美国 大搞这个保护主义 呃补贴的时候呢 他还是一样呢 这个呃 就伸出这个指头呢 指责中国 你不遵守游戏规则 啊那到底现在呢 是是是 一切的规则 还是只有美国 呃定了说了算啊 这世界呢 而且美国也有 也是也是一个双标国家 对对超双标 最后呢 要来谈一下呃 乌克兰目前的情况 呃泽伦斯基呢 到美国去 做了一个英雄士班的 访问之后呢 呃现在呢 西方国家对于呃 乌克兰的支持 当然都还是在这个 非常勉励的啊 在这个支撑着 然后呃对于乌克兰来讲呢 他现在呢 需要的是更多的武器 并且是可以拦截 俄罗斯的飞弹 而且从这个乌克兰的呃 举动来讲 昨天有传出来这个消息说 他似乎又去呃炸了 这个俄罗斯的两个空军基地啊 他现在的这个战略的做法 到底是什么 他现在的战略上最大的困境 是他缺乏弹药 嗯 这个尤其是这个炮兵的弹药 各型炮兵的弹药 他都缺乏 美国在这点上是没有 没有对他说不的 可是呢 美国跟他对他说法是说呢 我现在自己的弹药 就算全部给你 我也没有办法一次 或是你要的弹药 数量我没有办法一次给你 我必须要分年 才能分年分期的给你 我还要在国内的工厂去赶工 对啊 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些军火库呢 他们自己的库存都已经快不够了 德国呢 也都是供给乌克兰 供给到这个德国 现在呢 如果德国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德国大概没有办法来因应 他所面对的突发状况了 是是 然后这个 所以这点是他比较头大的问题 那相对的俄国呢 也有同样的问题 俄国呢 他去 他打的主意就是 我宁愿要有一些这个 这个水准不好 品质不好的弹药 我总比没有弹药好 因此他就去跑去跟北韩 要买这个弹药 然后呢 就跑去跟这个伊朗 去换换军火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算俄国的军费 不是太好 在战场上 这个等到一方有 还有子弹 另外一方没有子弹的时候 那高下就见 就见出来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 德文斯基的到美国去呢 他事实上呢 要了很多 可是拿到的非常少 他要的这个 主要的这些装备里面呢 包括德国的暴式战车啦 德国的一个这个 步兵作战 步兵战斗车 叫做黄鼠狼的 还有Everham这个战车 爱国的飞弹 跟美国陆军的一个战术飞弹系统 那这五个大项目里面呢 他只拿到这个爱国的飞弹 美国已经答应他会送一连的飞弹 飞弹给这个乌克兰 那么多多时候弥补一些 弥补一些不足啊 那这个普丁的说法是说呢 这个这个这个 被问到这件事情是这样说 他说这种方法 这个方法是没有用的 只是延长战争而已 那么我们总会找到解决方案的 普丁的这个讲的话 非常非常非常信誓在那里 有信心啊 嗯 是但问题是说 这个对于泽伦斯基来讲 呃像这篇文章提到的是说 这是谁的文章 就是有提到说 纽约时报的文章 纽约时报的强调就说 他现在呢 他需要更多的弹药啊 武器啊等等 但是除了这个爱国者飞弹之外啊 呃美国其他都没有办法 这个供应嘛 那对于呃现在这个焦灼的 这个战事来讲的话 呃他又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反正就是继续焦灼就对了 继续焦灼下去 至少到目前看起来 是继续焦灼下去 不过这个拜登他讲的话 也讲得非常的非常的满 他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如果这后续的支持力道 会有多强呢 我们现在只看到 泽伦斯基这一趟去呢 他拿到了20亿 呃美年的这个弹药 跟这个这个援助 那后续呢 国会呢也会通过 另外一笔更大的钱 在要50亿左右的美金会通过 那之后呢 会有多少钱会通过 就很难讲 因为之后呢 下一届的这个管钱的众议院呢 是由共和党扶导的 那么共和党这个这个 这个新的未来的这个议长呢 他如果能够顺利选上议长的话 会对这个拨款这件事情 会造成 拨款给乌克兰这件事情 会造成非常大的障碍 嗯 因为他是 他就是 他就是反对给乌克兰 空白支票 那事实上呢 我觉得这些国家 包括像欧洲在内 他们内部的 嗯 对于 呃 长期的这样子支援 乌克兰 其实也出现了 一些反 出现了些反对的声音啊 因为他们有内部的通膨 各方面的问题 的确也是非常的 也是非常的严重啊 然后今年的 嗯 请说 对于泽文斯基来说 他要立即 他在今年 他要过完今年 在明年有立即的一个 一个这个 面对的一个 一个一件事情 就是乌克兰要 预定要总统大选 可是呢 这个选举呢 到底能不能办成呢 目前都不知道 因为你包括你这个选民 包括哪些人 都是一个都是一个争议 乌克兰现在应该没有办法 顾上这个事吧 而且他在这种情形之下 好吧 就算选了吧 除了这个泽文斯基以外 谁能够谁能够谁能够连任呢 我看不可能吧 谁能够当选的 谁能够连任呢 他现在就是英 他现在就是民族英雄啊 这个世界的自由 世界自由的象征于灯塔呀 好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就这个美国跟这个中国的关系来讲啊 在有关于Titak的问题上面 呃 现在呢 就是美国方面的动作呢 就是越来越多了 呃 这个美国的众院呢 嗯 已经发给了啊 就行政 已经发给了所有的众院的工作人员 呃 一封信啊 就是要去删除这个TikTok 呃 这个社 这个APP啊 就不能够 不能够在使用 联邦政府的电话上面 对啊 我就说这个TikTok就不能够使用 而且美国有一些州呢 也都呃 限制 呃 使用这个TikTok 然后他在呃 美国的公部门里面 现在也都是 是全是全面禁用嘛 对不对 没有没有没有 他是公部门的手机禁用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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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美国的公部门里面 他限制他们公部门 这个进入TikTok 当然是公当然是公物手机啊 不然他还能够限制你的私人手机吗 他不能限制嘛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个呃 美国在这个TikTok的这件事情上面 呃 这么的这么的在意 他觉得有这么严重的到 他的呃 被掌控吗 因为我听到一个呃 就是说 我觉得军方的人员啊 军方或是从事国安方面的这个人员 因为TikTok你无论如何 你就会透露你的呃 踪跡所在嘛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被限制使用是合理的 其他的部分说 呃大陆呢 透过这个TikTok来去呃 大量的去散布啊 呃有利于中国大陆方面的讯息 我觉得没有这么的严重啊 大家有没有在用TikTok啊 就是他上面有很多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那些 要吸睛的这些短视频啊 呃大部分都是 可是对啊 我我我我我我当然不知道说这个TikTok 到TikTok上面出了什么问题 可是这个这个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说 现在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高科技的发展 是这个是不是像以前的 我禁止这个敏感的零组件或是技术给中国 那时候的禁止敏感的这个事情 所谓敏感是说你会发展这个大规模毁灭武器的能力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画这个合生化能力等等等等 现在的做法是全面的禁绝 不管是你不管是你中国大陆 只要需要这个高科技的这些零组件 不管这个零组件是用在什么样的武器上面 就算是用在一架无人机上面 或是这个一个这个这个普通的飞弹上面 它都会禁绝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这个零组件的价格 马上水上路船高 前两天那个金融时报 有一篇报道就是这个中国大陆在广州南部的海关 发现一个富人疑似走私 那富人疑似的行踪诡异 如果那个富人是个大肚子的这个女生 对他就在他的那个假的肚子里面 就藏了500片吧 还是多少片的这个金片嘛 对我就说你这个防止 你防止这些零组件到这个中国去 然后你限制他的金片呢 设备啊相关的 这个呃从美国的角度上面可以理解 但他们这么的惧怕这个TikTok 呃就是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呃 卑躬蛇影了啊 我倒是就蛮好奇的 好非常谢谢这个林少宇呢 今年带给我们精彩的呃国际新闻的相关的内容 那我们就明年见喽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